来,登上,登上, 下一车的高文高度 有很多的学生这样子 但是今天朱老师是非常成功的一个财商教练 但是原来你最小的时候 家庭学历各方面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些 好像大家的那些教练都是怎么样 大学博士学等等的 简单的谈一谈你的之前的成长过程 OK大家好 我是朱修建老师 非常感谢九八 邀请我来上来分析财商 那我大概就自我介绍一下吧 在18岁以前我是来自于社会的底层人士 那么18岁以前因为没有选择 我走的人生第一条路就是把路边看 当时我走着走着就发现了不行 因为非常的累 就是靠体力去赚钱 后来没办法就开始选择第二条路 就是去上班 走着走着也发现不行了 后来我18岁的那一年 我就读到一本书 这本书就叫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 当然作者是Robert Kiyosaki 所以这本书让我看到了过后 揽起了我的人生梦想 所以我的人生梦想呢 在18岁的时候 第一个人生梦想就是财富自由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 我读懂了什么是资产 什么是负债 什么是收入的四个项线 ESBI 什么是富人的思维 什么是穷人的思维 所以富人思维就是用脑力赚钱 穷人思维就是用体力赚钱 所以在18岁以后呢 当我看了这本书过后 我就决定不要再用体力赚钱了 我要用脑力赚钱 所以18岁以后 我知道了人生的第三条路 就是创业跟投资 所以我再也不回去上班 所以18岁以后 开始就创业了 所以当然在我21岁的时候 我就买房买车 同时呢 也帮助我父亲呢 还行了负债 那么也让到我们的 诸事家族啊 本来在我们的家族里面 是最穷的家族 才成为最富有的一个家族 这样子 公众有轴 对对对 所以是这本书改变了我人生命运 当然在这个video前面的 这个听众们 如果还没有读过这本书的 我是个人非常建议 要启发你的人生的财商 必须去读这本书 也就是穷爸爸富爸爸 是 所以他启发了你说 你对于很多的这些 有关经济啊 财富这些的概念 就有不同了嘛 所以好像很多人很喜欢说 我在什么年纪 就赚到了第一桶金 那第一桶金 你怎么去定义呢 其实第一桶金 对很多人来说 有不同的一个定义 当然也有分 婚前 也有婚后 所以我大概讲一下婚前吧 也就是说 可能你的人生第一桶金 在你刚出来社会 刚上班的时候 你可能赚的钱不是很多 甚至 可能也存不到什么钱 当然很多人就会告诉我 来上我的课程的 都会说 老师 我是不是应该 把我赚到的钱 全部投资股票 还是投资 某些外汇 这是我个人非常不建议的 所以包括很多年轻人 一出来说 老师 我是不是应该把我的 第一份薪水 来投资房子 这也是 我不是很建议的 我个人建议的是 可以的话 在你还没有财富自由 以前 把尽量赚到的钱 全部投资脑袋 因为脑袋 是你的个人 人生当中 最大的资产 所以很多人忘记了 他都想投资房子赚钱 投资 黄金赚钱 投资股票赚钱 其实 外在的一切 都是我们内在的显现 也就是 你的脑袋 是你的资产 你所有的一切 才会是资产 那如果你的脑袋 是负债的 是liability来的 所以你外在的一切 都是会负债的 这个是我给 婚前的一些人的建议 婚前 那婚后 有什么不同呢 那婚后过后呢 就是说 除了投资脑袋之外 因为婚后有太太了 包括你有孩子了 那你在资产的配置上 一定要不一样 为什么呢 假设我给一些 已经结婚的 像我这样 是一个家庭的 经济支柱 那当然他在 个人的保险的配置上 一定要给家庭足够 或者他在买房地产的时候 他的保险的配备 也是要非常的足够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的case发生 可能就是 我买了一套 300万的房地产 但是不小心 可能中一个covid 人去世了 或者飞机掉下来 人不见了 那就会把这个负债 留给你的太太 那留的 我们常常讲的 要留爱给我们的另外一半 而不是留负债 给我们的另外一半 这就是我们对一些 婚前或者婚后的一些 资产的配置 或者规划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婚后 还是要房子 还是要保险 各方面的话 那他可能就是一种债务 因为 所以像陈峰 这个大哥 他说的 其实人很多时候 他不懂得分 什么叫资产 什么叫负债 很多人以为 买了房子 以为是资产 其实他是一个负债 那很多人就问了 老师 你这样讲的话 到底什么是负债 什么是资产 那很简单 在这里给大家一个 很简单的定义 我买的一样东西 如果他的钱 流进我的口袋 那就叫资产 如果流出我的口袋 那就叫负债 买一个房产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如果他的每一个月的 租金 小于我们的工期 其实他就是负债 但是对于银行来讲 你供的房子 就是银行的资产 也就是说 你一天没供完 它就是银行的资产 但是很多人 现在因为社会的扭曲 或者知识的配备不够 很多人就误会 我要买三间房产 我要买五间房产 但是一个COVID的出现 就会导致很多人破产 也就是现在的一个 普通的 很常见的 来见我的学生 要么买了五间房地产 要么买了八间房地产 全是面临破产 这个是房产的那一方面 如果是汽车的话 因为汽车可能很多人就说 它是负债 但是如果汽车是我们的代步工具 它可以让我们去赚钱的话 那我们要怎样去定义它呢 这个易杰问的问题 简直是太棒了 其实 我们有两个方法去定义 首先如果买的这个车子 对我来说 我在工期 它是我的负债 但是对银行来说 是资产 对保险公司来说 你的车是它的资产 对修车的这个工厂来说 你的车是他们的资产 车对你来说是一个负债 但是另外一个定义是什么 如果我今天驾Grab 那么我用这辆车去赚钱 大过我每个月的工期 那这个车对我来说 就是资产 但很多时候 这些所谓的投资 它会有一定的那个时间线 可能他说短期内 未必看得到它的价值 可能需要比较长期 才能够对比它的价值 我怎么去做一个判决呢 谢谢惠敏 这个问题其实很棒 其实我们 东南亚的华人的教育 这是我去了美国 包括去了上海 我才发现到 我们其实在东南亚 马来西亚也好 新加坡也好 印尼也好 其实我们真正缺的是财商教育 因为在学校里面 老师不可能教我们财商 他只会教我们知识 包括情商 但是从来没有教我们 怎么样让钱为我们工作 这是在学校里面没有教过的 所以回答刚才惠敏问的那个问题 也就是投资 他一定是要跟时间作为朋友的 也就是一样投资 如果要很快速的赚到钱 我们常常市场上 他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你 但是你根本不明白 这个运作的原理是什么 所以很多人没有学过财商 他只看回报 但是没有看实际的运作原理 那就匆忙的去投资 结果就输钱了 所以但是 时间作朋友的一个基础下 他是有负利的 因为利息有分两种 一种叫负利 一种叫单利 也就是今天你存在FD 每年2% 他就是单利 但是如果你今天存在EBF 今天你买的保险 他就是负利 举个例子吧 很简单 EBF为什么我们常常说要买 因为EBF 他是真正的负利 也就是说 今天的EBF 6% 那你如果有300千 在EBF里面 那经过20年的一个负利 他就变成三倍 也就是300千变900千 那如果是30年的负利 他就大概是4.5倍 也就是你用那个来算 他就是4.5倍 所以300千 4.5倍过后 他就变成1.35个Mil 这样子的一个原理 所以很多人 他很看不懂 他也不明白 他觉得 我们供这个EBF 我们供这个保险 他们的误会就是 我供保险 就是给保险片 我供EBF 就是给政府拿去用 他们的一个误解是这样 但是其实 如果我们真正去了解 EBF马来西亚的 是全亚洲 No.1的EBF 香港的EBF 在去年还要亏600个亿 还是700个亿 但是马来西亚的是 No.1的EBF 这样子 是我们真的是搞清楚了 很多人都说投资界说 富利就是世界第八大奇迹 也是在推出的一个概念 好了 我们这段搞清楚了 富利的概念之后 下一段回来 再来请教一下朱老师 和我们讲一讲 怎么样是被动收入 怎么样又是主动的收入 下一节目 那其实要赚取人生的第一桶金呢 所以打公主来说 只是靠 他的这个收入的话 那怎么扭转呢 OK 首先呢 我们一定要分清楚 在Robert Kiyosaki的 这个富爸爸 穷爸爸眼里里面 其实有分两个人 一个是叫穷人 一个是叫富人 那他们之间 富人跟穷人最大分别呢 就是收入的不同 所以穷人的收入是什么呢 我们叫主动收入 也就是Active Income 什么叫Active Income 就是有做就有 没有做就没有 手停口停 手停口停 对了 那富人就是什么 就是被动收入 我们也叫Passive Income 也就是我们睡觉过后 他也会产生收入 就叫被动收入 所以在如果我们 要改变我们的现状 我们想要财富自由 首先一定要做的一个东西 叫做做决定 因为只有你做决定的 你才能够改变 你没有做任何决定 你是不可能改变的 举个例子 今天在Robert Kiyosaki的 眼里里面 他的收入有分成四种 一种叫ES B跟I 对我们都知道 收入的四个向线 E就是Employee S Self-Employee B Business Owner I Investor 所以你要做的决定就是 左边E跟S 它是主动收入来的 那如果你要被动收入 你必须要跳去右手边 也就是叫B B Business Owner 或者I Investor 所以简单来讲 你如果要改变现状 要想要获得财富自由 你必须学习两个东西 一个叫创业 一个叫投资 那有的人说 老师 今天创业要花很多的钱 我要花几时 不好意思 我们先报一个交通 我们来继续聊 988交通情报 好了 你关心一下现在的交通情报先 先来看看南下去到达曼沙拉 都是相当之繁忙 那南部方面 之前看到达曼沙拉 或达曼南下去到白色固丹交通 都不是这么理想 再来我们看到 雪隆高速大道 已经是恢复早上班擠涌的情况 目前擠塞的路段 包括有NKVE Highway 雪地铃铛前往Shar Alam 过了达曼沙拉收费站前往Spring大道 加于亚拉那处是相当之稽塞的 Federal Highway方面 就是由Clank 一路塞到Supac LDP的大道交界口 也是稽塞的 而反方向的矮禁 Bunkering G Templar那一带 也是走走停停的 E11 LDP方面 黄SS2的车龙塞到Pukong Pukong Seratan 去到Io I Mall 也相当制塞 反方向 Gokbon去到Dama Sarat Utama 走停停的 E37 East West Link Dama Konok去到Federal Highway 很多车 E7 Grand Saga Dun Hoosin On 去到Dama Serga 多车 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再回来 刚刚是讲到说 要有两个想法 要去到右边的那一个上线 被动收入 像我们还在Facebook 对 刚才讲到ESBI 没错 就是这个最出名的一个收入的乡线 很多人没有搞清楚 老师刚刚你提到讲说 我们一定要投资脑袋 所以投资脑袋 我们应该是要在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专业上继续的投入 更多的那个我们的硬实力呢 还是应该要往其他的方面 比如说可能其他的一些 我们可以去想的 maybe是一个side income 还是什么那方面去发展吗 可以可以 其实我们side income来讲的话 其实应该是要发展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人的收入不给只是一个管道 举例好像我讲课是我的主动收入 但是我会学习另外的投资 举例股票投资 IPO投资 很多不一样投资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都是帮我们赚取被动收入的管道 但是很多人不会 基本上遇上现在的通货膨胀 单单只有主动收入其实不足够 不足够的 太难了 但是如果是做生意的人 他有主动收入足够吗 做生意的人看你讲去经营 如果说你现在经营的行业 它不是一个趋势的行业 那你就很难 因为赚钱永远要跟趋势挂钩 举个例子 现在什么是趋势呢 做直播是趋势 拍短视频是趋势 可能一个拍短视频的网红 举个例子 它的收入是你的N倍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在疫情的这种一致功绩之下 很多人可能不愿意出来 可能甚至你开的门店会大大的受影响 那只有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可以去的就是互联网 那互联网什么是最有效的 就是直播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讲的做自媒体 现在的人都叫自媒体 也就是我自己就是一个媒体 那我可以自带流量 带着更多的人来关注我 可能我可以做直播带货 可能我可以做业配 可能我可以为我的企业 带来更大的流量 就好像我现在的商学员一样 都是我们的流量带来的 如果靠我们过去的方法 去拍Fryer 做一些广告好像很难 所以自媒体带来的流量 它可以 但是当然中间要学会怎么样变现 就是有了这个social media之后 穷爸爸乎爸爸的概念 更加容易实行了 yes exactly 对 OK 是的 OK 不过其实也是有人留言讲说 现在比如说有些人 可能一窝蜂的 大家都想要去买NFT这些东西 那是一个潮流 确实没错 但是它同时也是有很大的一个风险 那个好美 怎么能够很理智的去做些决定 OK 其实是这样 我学习投资呢 我是到了美国去参加的 巴菲特的股东大会 那我都会去 对标 为什么这些大佬 他不愿意去投资 举个例子 不好意思啊 没有 就是他不愿意投资比特币 朱老师 我们这个好料 我们留在onair部分再讲 我们现在回到onair部分了 是的 交换角度 我们今天请来了 亚洲财商教练 朱修健 Steven Chu 朱老师来到现场 和我们谈 投资自己脑袋的课题 欢迎朱老师 欢迎朱老师 哈喽大家好 我是财商教练 朱修健老师 是朱老师 刚好我们在Facebook Live的时候 有谈到被动收入 和主动收入 这两个的分别 可以请老师 再来讲一讲 这个的分别在哪里 OK 所以呢 富人跟穷人 最大的差别 就是收入方式的不同 也就是说 穷人 他拥有的是主动收入 什么叫主动收入呢 可能很多人不了解 也就是说 你有做 你就有 没有做 你就没有 那什么叫被动收入呢 也就是我们讲的 Passive Income 也就是 你睡觉过后 能够产生的收入 所以对一个穷人 如果说 他目前在上班 还没有实现 他要的目标 他必须要的 就是去学习 在他工作以外的 这些赚钱 被动收入的工具 也就是说 很多人 他之所以赚不到钱 是因为 他只了解 他的工作范围 但是他不了解 什么叫股票啊 什么叫黄金啊 什么叫做股权啊 什么叫做 这个 这个 SP500啊 的投资啊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 所以当他不知道 他只可以能够 靠工作 才有收入 那这样的话呢 他是很难可以追得上 那个通货膨胀的 因为 尤其这两年 美国大量印钞 那这个马来西亚的 这个通货膨胀 肯定是很严重的 我们讲的 这个bogory 这个菜 起价的速度 都快过我们工资的收入 一个这样的 对 这样的意思 所以就是 不能够只是 局限在自己工作 你想要去加强 你想要的是 额外的一些东西 那我们在讲说 现在大家都在讲说 我要有这个财务自由啊 到底这个财务自由 它的概念 应该是怎么去理解 比较正确 OK 首先呢 我们要明白 什么叫财富自由啊 财富自由的定义 我们要先明白 定义就是 我们的被动收入 大于我们的支出 那么就是财富自由 我再讲多一次 被动收入 大于支出 等于财富自由 OK 我举个例子 好像我之前在深圳 创过业 那我就发现到 深圳有很多的人 他们是不用工作的 他们一个月 只需要工作两天 其他的28天 就是打麻将 我就很好奇 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子呢 后来我发现到 原来他们的工作 就是收房租 所以呢 他们已经实现财富自由 那怎么说呢 他一个月靠收房租 都可以十多万 但是他的家庭的实际开销 三万块 所以收入 被动收入十万 开销三万 那他就实现财富自由了 所以他就可以28天 打麻将 这就是财富自由 那有一些人 还没开始 他的人生的第一桶金 而且在想 我要怎么开始 怎么可以做到这一点 对 他完全没有头绪 陈峰大哥 他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相信在线的家人们 很多是想要了解 其实还没有赚到 人生第一桶金呢 你唯一要学习的 就是赚钱的能力 什么叫赚钱的能力呢 首先 你懂不懂 什么叫做打造品牌 你懂不懂如何演讲 你懂不懂如何做直播 你懂不懂如何拍短视频 那目前这些行业 都是现在最hit 最赚钱的行业 我举个例子吧 很多人他说 我不会讲话 那其实有一个行业 是很赚钱的 就是做直播 今天做直播 为什么会爆炸 很赚钱呢 因为全球疫情 尤其现在的上海 国内也是在疫情之下 那全部人动不了 那唯一可以去的地方 流量最大的地方 就是互联网 要么就在Facebook 要么就在TikTok 所以我们常常讲 人在哪里 钱就在哪里 问题是 你不懂 钱在哪里 我就举个例子 很简单 我讲我本身的案例 在2019年的时候 两年前到2020的时候 当时我回来马来西亚 我做财商老师 我也不懂什么叫做直播 我也不懂什么叫做短视频 我只是靠线下的课程 来教学生 那我的目标 是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客户 但是后来 马来西亚MCO 那没办法咯 全部动荡不得 那我就学习 什么叫做拍短视频 乱拍 什么叫直播 乱直播 所以在这两年的情况之下 阴差阳错 本来是做两个国家的生意 结果目前我们的学生 发展到12个国家 为什么呢 因为全部在线上 但是 我有不会的时候 但是我在这两年 我通过学习 我不会直播 我就去学 我不会做短视频 我就学 我不懂得剪辑短视频 我也学 所以就这样把生意 扩展到12个国家 是 所以回到那个核心的 那个理念 投资脑袋 就是最重要的 对的 是的 好的 我们这一段呢 就是老师 来跟我们讲过了 这些所有的趋势的行业 下一段回来呢 就要请教一下 朱老师关于投资这方面 因为朱老师刚才有说 去到美国和巴菲特老师 有曾经学习过 下段回来就来请教一下朱老师了 好的 我们现在回到Facebook Live的部分 其实该朱老师说 要提升这个赚钱的能力 那其实赚钱的能力 包括了哪一几种呢 OK 赚钱的能力呢 第一呢 你要学习 首先我们讲的 如何做营销 因为我们常常把营销跟做销售 它是有差别的 销售就是主动权在别人的身上 但是营销就是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也就是说 什么叫营销 让顾客来找我们 销售就是我们去找客户 但是大多数的人没有学过营销 他们都是靠个人的力 去做这个销售 但是如果他懂得做自媒体 他懂得做拍短视频 他懂得做直播 那就很多客户会自动找上门 所以这个能力叫做营销力 还有第二个能力 可能就是陈峰老师本身也有的 就是叫演讲的能力 所以他可以一个对全马的观众 来发表演讲 那这个能力就很强了 他一个对一千个 一个人对一万个 那这个他就可以让到他的收入 瞬间的倍增 因为一个人可以影响多少个人 那就决定了他的收入有多高 就好像马斯克 马斯克为什么收购推特 那就是要影响全美国的人 他可以有发源权 那他就可以 可以拥有更大的财富 这个就是道理 所以营销力 演说力 包括我们讲的把握趋势的能力 好像我个人是一个机会主义 那很多人的思维 为什么赚不到钱 他在用过去的十年的方法 用在现在这个年代来赚钱 那就很难了 那就很难了 那现在这个年代 他走的趋势又不一样了 赚钱的方式又不一样了 所以他一定要懂得什么叫趋势 所以这一些 当然离不开两个字咯 叫学习咯 没办法了 因为你只有不停的学习 像巴菲特现在九十多岁了 每天还在学习 还在看书 来提升他的 对这个社会的一个转变的能力 那去投资自己的头脑 其中一个是看书 那另外一方面呢 OK 投资头脑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看书 第二就是听光碟 第三就是找老师 市面上有很多老师 你都可以根据你不同的喜好 去找到你要的老师 当然 你要找的这个老师 就不要找到没有结果 没有成果的一个老师 你必须要找到的是 可能他的资源跟别人不一样 他的人脉跟别人不一样 他的知识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要码就看书 要码就是听光碟 要码就是找老师 就这样简单 而且老师还是要有那种 proven的track record 或者是他已经有成果了了 对对 三个全部加起来是更棒了 每一样都要保持 看书也要 听光碟也要 找老师也要 那包括就是可能 我们讲的 如果你对经济 那肯定要看书 没办法 或者看杂志 对一些经济有关的杂志 老师你说 现在的趋势 其实都是跟自媒体 直播这些相关 但是会不会就是 有太多人也往这一块去做 而造成现在的情况有点拥挤 怎么去突围 这个问题 惠民问得太好了 其实呢 这个世界上 永远不怕的 今天哪怕你卖八股茶 卖肉骨茶 那就算把身这么多人卖肉骨茶 那你只要认真把一样东西做到极致 那还是有人会找你 那今天做直播也一样 因为越乱 你就越有机会 第一 你要把自己的品牌做起来 因为大多数可能 我们讲的市场上 他撑吃不起啊 有的人会通过直播还是什么 来偷门拐骗 但是呢 但是偷门拐骗 你不可能长期 长期可以做直播 但是你只要 可能像我们的陈峰老师 他是一个非常正能量 每天帮助别人的家庭改变 不敢当 那他就拥有知名度 拥有知名度了过后 人家就会找他了 就好像我们做财商也一样 我们的就是要帮助更多的人 拥有财商思维 改变他们的生活 那市场一久 自然人家想到财商 就会想到朱修剑 坚持定位会是也很关键的 对 所以这一个呢 是必须要梳理 你的人生的定位 我们常常讲 很多人为什么 没有找到他的人生的轨道 其实他不是不厉害 每一个人 我们常常讲嘛 天生我财 必有用 但是很多人是什么 他没有去找到跟梳理 他人生真正要的定位跟轨道 啊 这是非常重要的 嗯 OK 接下来怎么找得到呢 对于一般人来说 啊 通常呢 找到人生轨道 或者是找到人生定位 如果在你本身 看自己的时候 有时候很难找到 那你就必须要找到一个师傅 或者一个教练 他来帮你看 跟你沟通 你的人生的定位 应该是什么 因为 很多时候 人看自己 他是看不到的 但是跳出自己 看自己就很清楚 我就举个例子 非常简单 大家就很明白了 举例今天 我们下一个象棋 我们自己在下的时候啊 那么你是不清楚的 但是你站在旁边 看人家下棋的时候 嗯 这样子走啦 那个棋这样子将军他啦 你就看得很清楚 为什么 因为你在局外 旁观者清 yes exactly 你在局外 你就看得很清 但是你在局内 你就看得不清 所以要找到一个 师傅或者教练 来帮你看 是 好像老师这样子 我相信你的师傅 也不止一个吧 就是赶紧讲的 Robert Kiyosaki 对 还有巴菲特老师 嗯 对 其实我 过去我都投资 蛮多在脑袋 而且就是我到海外去学习 巴菲特他是其中一个啦 因为我本身 比较兴趣投资 嗯 那我一定要找到 这个世界上最顶级 会投资的人 那当然就是去出席 巴菲特的股东大会 那你就最了解 他是怎么做投资的 我们常常讲的 价值投资 当然我们还要学会 如何演讲 那我们也要找到 海外的一些 厉害的老师 包括好像我们讲的 过去的 这个全中国很出名老师 陈安智老师 我也是跟他学习 所以跟不同老师学习 都会学到 他们身上的某一个点 是有用的 那就为己所用 这样子啦 多看多学多听 像在巴菲特的 那个股东大会那边 老师你学习到什么东西呢 OK很简单 其实我们去出席 巴菲特的股东大会 有几样的目的的 第一个 当然我们来看 真正的世界的投资大咖 他们是怎样做投资的 所以过去的 我因为不会投资 急功近利 那我很喜欢投资 市面上一些 我跟你说 一个月回酬20% 一个月30% 的一些投资的游戏 所以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会成为输家 所以到美国去 我们才发现到 哦原来真正的价值投资 是投资在对的企业 投资在长期 有分红的企业 那是才是对的一种投资思维 所以就好像买股票 我以前买股票 是认为 哇我买股票是要涨 或者要涨多多 但是反而这样的一种方法 让到我们吃不好睡不好 为什么呢 股票涨 我们的心情就涨 股票跌 我们就睡不着觉 对不对 但是经过了学习 我就知道 哦原来 巴菲特他不是买股票的 他是买公司 他是买什么样的公司呢 买现金流好的公司 哦那我就 投资了一些 好的有分红的股票 那不管他涨跟跌 这间公司 他的现金流很好 长期有分红 那就不就是我们 被动输入吗 啊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投资的理念的差别 所以包括你看之前 这个马来西亚MCO 很多人变股神 马来西亚的股票大涨 当然不讲哪一只股票 对对 甚至有的人来跟我说 来老师 我现在准备的 10万 20万 30万 我每天只要赚1% 我就够了 我们要回来 on air 谢谢 讲话角度 再次请出亚洲财商教练 朱修建老师 朱老师到现场 早安老师 早安老师 早安各位主持人 是的 我们这一段呢 就来谈一谈 投资的理念好了 因为朱老师 刚才有跟我们谈一谈 他还在巴菲特的身上 学习了很多 所以这个时候来 和我们的一些 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一个新手投资 应该要做一些什么东西呢 OK 一个新手的投资呢 这个是我们过去 投资的一个误差 所以在我还没有学习以前呢 我都会选择 回酬比较高的一些 投资游戏 举例可能每个月 有20% 每个月有30% 非常的细 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 这个投资背后的原理 所以当我到美国去出席 巴菲特股东大会的时候 我就明白 这个世界上 顶级的投资的人 他们是怎样投资的 所以巴菲特常常说一句话 我不是买股票的 我是买一家公司 那这家公司 是现金流好的公司 每一年可以稳定的分红 所以讲到这里 各位新手如果要学习投资 不知道投资有多快 而是要有多稳 所以哪怕你每一年 有6% 8% 10%的回酬 但是你长期复利 联系10年 20年 前面的10年 可能人家笑你 你投资这个股票 人家笑你 这个回酬才6 才8 才10 但是你10年过后 你赢完全部人 因为你10年过后的复利 是很厉害的 而且你是稳当的 yes exactly 就是你是很稳定的 那些人可能很快 但是他联系输两次 可能本权就没了 但是不要多叫投机了吧 对我们惠敏比较厉害 那些不叫投资 那些叫投机 而且市场上的确是 有一些股票 上下下的速度非常快 对 这些 当然有一些 当然我们不讲这些 就是说他们 这一个有一些庄家 他们要去炒作这个股票 这个不讲 对 但是我个人 我个人还是 喜欢投资比较稳定的 因为我 我比较想睡得着觉 就是我 什么叫投资呢 投资就是 投资了过后 你就可以去睡觉 就叫投资 很多人投资 就好像过去的 这个MCO 很多人变股神 因为马来西亚股票大涨 就变股神 很多人连工作也不干了 或者连店面也关了 那么就准备 他的本金 20万30万 想要来炒股票 但是这些人呢 基本上 一两个月人就不见了 这样子 因为他 想要的是 投机 但是他没有想要 长期持有 某家优质公司的股票 这就是投资 最大的认知的差别 那很多人可能都会想说 好吧 投资的话 我可能要多样化 让他的投资组合 更加丰富一些 我除了是可能有 关注一些的 公司啊 股票啊 这些之外 那房产会不会是一个 比较稳妥的选择呢 其实房产是一个 也是稳定的选择 但是看你的地点 因为很多人 投资房子的时候 在过去的投资认知 他们以为 借越多钱 买越多房子 他们就认为 我就拥有很多的资产 就好像最近很多学生来找我 他拥有五间房产 八间房产 但是全部都是负债 所以他们看到的是 他们可以 所谓的所有的负债 就是他不能创造 任何超越他 工期的那个钱 对 举例可能他买一间 一百万的房子 每个月要供六千 但是实际上只是 租出去两千多而已 就面临很多 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他每个要贴钱嘛 这个就不是资产了 这个是变成负产 他的问题不再多 他问题是在每一间 都不能跟他创造 更多的盈利 yes exactly 对 这是最对的 所以他有六间 他每一个要贴几十千 那个就是很大的问题了 这样子 而且在MCO 你要租 租的好价钱 这个也是非常难 就算你要脱手出去的话 也没有一个好的价钱 基本上都难脱手 因为我有很多的学生 他们都说 等了一年还没有脱手 除非你卖的很便宜 举例可能你一百万的房子 那个投资人一跟你讲 来我买现金 六百千要不要 五百千要不要 他就这样来开价的 要你就放 不要你就包着 这个时候 没有赚还亏 没有holding power 真的是很难 很难处理 就是holding power 也就是你要持有那个房产 因为所有的投资 一定要有holding power 无论是股票 无论是房产 都要有holding power 那holding power 又回到了现金流的部分吗 对了 又回到了现金流的部分 那现金又回到哪里 回到你赚钱的能力 又回到这边了 那个时候就是对方 就出低价 那个就赚了一个好的房价 然后 那个是投资了 其实这个世界上 每一个眼里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你 当你有了现金流 你就是在对的时候 出手的 举例 就是可能我们讲的 我们人生当中有存钱 一笔钱就是生活的 但是有一笔钱 这个是在比较高深 就是有一笔钱 专门负责投资的 那什么叫投资呢 举例 现在股票没有事情 那我的钱就没有事情 就放着 但是万一如果房产大跌 或者股票大跌 那这笔钱 就是开始动用的时候 所以我们这一笔钱 就叫投资的钱 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有投资 我个人也有一些投资 但是投资 就算我本身输掉这笔钱 我也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 但是如果赚 他就是赚很多倍 这样的一个道理 所以他不是一个 你应急的一个资金 而是一个控 控出来的一些资金 对 就是讲到理财了 理财里面你要有几个账户 这个是如果有机会 可以跟大家分享 一个人要有六个账户 六个账户 六个账户 对 怎么讲那六个账户呢 OK 这个是在理财的科学里面 要有六个账户的 第一个叫做财富自由的账户 那什么叫财富自由呢 就是你的收入的20% 一定要存在这个账户里面 那么他只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只可以用来做资产配置 也就是投资基金 投资股权 投资股票 投资EBF 那么这些资产配置呢 就是让你拥有 源源不断的passive income 这是第一个账户 那第二个账户呢 叫长期储蓄的账户 也就是你的收入10% 存在里面的 也就是你家庭的突发开支啊 你的这个紧急备用金啊 万一你没有工作了 有六个月可以顶着 这叫第二个账户咯 第三个我们称它叫改变命运的账户咯 也就是你10%的收入 存在这个改变命运账户 专门用来投资你的脑袋 就是总之 厉害的老师 你就去听 你就去学 我当然我不是说你一定要跟我学 你可以跟世界知名的这些 真的厉害的老师 你有一笔钱啊 准备去投资你的脑袋的 当然第四个就是生活必须账户 你的收入的45% 那么只要不要用到太豪华 只要饿不死 那就ok了 这个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那个account了 对对对对 不要太豪华 因为你还没有财富自由嘛 你都不要太豪华 第五个就是玩乐账户咯 也就是你要奖励自己啊 你喜欢吃牛排 你喜欢喝红酒 你喜欢去玩耍旅游 都叫玩乐账户 当然通常都是富人都会有这个教育的账户 但是穷人都没有教育账户的 他们只有玩乐账户 然后第六个就是叫做赠瑜 赠瑜账户就是做什么的呢 就是专门做爱心的 做慈善的 回馈社会 回馈社会的 你可以是你的收入的2% 3% 可能5%都可以 好像我们每一个月 我们都去老人院 我带我的学生去老人院 去那些孤儿院 包括像之前的MCO Bendera Botte 我们就捐了很多的米 糖 蛋 一两楼里 一两楼里的捐 就是我们都有这一个叫做慈善 赠瑜的一个账户 所以人生当中 一定要有六个账户 六个账户 对 这是理财 理财的科学 这个非常合理 老师说 这样子看 对 很多人他可能就是 每一个星期 每一天的开销 账户填满了之后 其他就讲说 我填不到了 而且刚才 朱老师说 可能富人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教育的那个户户 那个算是第七个吗 没有 在我们的那个改变 命运账户 其实就是我们的交易账户 就是去投资脑袋 投资脑袋 专门这笔钱 就是我们的收入 我的收入一下来 其实我就分配到 不同的账户了 那么我就可以去 control我的钱 那一般上老师 你会建议在这个 改变命运的账户 会是占我们的 总收入的百分之多少呢 百分之十到二十 十到二十 就是你如果赚一万块 一到两千 在这个账户里面 是准备投资脑袋的 这样你一年就有一两万块 一两万块的话 那你就很多东西 课程 当然你去找好的老师 你可以学习 怎么样的创业 当然你找好的老师 你可以学习什么叫互联网 Facebook创业 这些都可以学 我也是通过学习 才会Facebook 不然我以前真的不会 那起步的三千块收入 那顶多可能 只是每个月三百块 没办法 可能你的起步不一样 从小开始了 从一个几年 然后才可以去上个课 对对对 那因为其实是这样的 其实财商教育呢 就是要从小开始学起 很多人是在他大的时候 他是完全没有接触过财商 所以他不懂什么叫创业 所以他从 如果他今天听到我们的 这一个分享 他从现在开始 他可以第一本书 他去看穷爸爸富爸爸 我非常的推荐 各大数据全马来西亚 你都可以去买 就这样子 给自己开拓更多的可能性 想去 想要改变的话 首先先要去了解 是是是 改变自己 就从改变自己的脑袋开始了 所以投资脑袋是非常重要的 好 今天聊得非常开心 可是时间的关系 我们只好先打住这个访问了 今天非常感谢亚洲财商教练 朱修健老师来和我们分享这么多了 谢谢 谢谢 谢谢三位主持人 谢谢 感谢 其实有一个讲法 就是投资是 投资别人的时间 是吗 对 其实我们 很多人不了解 为什么巴菲特 他要投资 N多家的这些上市公司 其实很多人不明白 我可以去炒币 或者我去炒什么比特币 还是什么NFT 都好 他为什么他不去炒这些东西呢 因为巴菲特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不了解 他就不投资 所以他投资 他懂的 他懂的一样东西 就是现金流好的公司 他就投资 举例他投资 Six Candy Cocacola 这些现金流超强的公司 每一年可以分红的 那他看中的不是股票的涨 他看中的是这家公司 每一年可以分红多少 所以很多人他感慨会没有理到的 就是投资这种比较快速的 除非你很懂 如果你真的不懂 我劝的是不要碰 这样子 稳比较重要 最重要 因为你的本金 你的生母鸡的金蛋 你的母鸡如果都没有掉了 那你怎样创造金 全部都是水盘钱 你的人生当中 只有100千200千 那你一门就输掉了 那这样就没有了 所以巴菲特每次都说 就是他的第一个 那个怎么说 他的那个principle never lose money 然后second never forget the first rule 对啊 这就是重点 这是很多人 为什么他十年 十年前他是这个样子 十年过后还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他在过程当中 他联系输两次或者三次 他人生就完蛋了 或者是他不知道什么叫投资 他买了五千房产 其实他这一辈子 可能就负债了 因为他我们讲的 就是他可能超出了 他的赚钱的范围 这样子 那其实投资的项目 还可以有多少种呢 对朱老师来说 其实我是focus几个不了 第一个我是股票 第二个呢 是投资一些准上市公司 举例一些公司在上市之前 可以拿到IPO的 那我们就去投资咯 因为上市有分两种嘛 一种是上市过后 一种是上市之前 举例可能Mr.DIY上市之前 可能Farmfresh 上市之前 Sittos 啊 Sittos上市之前 那有的人说老师啊 我们要去排队才可以买呢 对 一般的人要排队去买 好像我们有一些优质的圈子 那我们就可以抢到咯 啊 啊 啊 就可以抢到咯 所以 当然这个还是要 啊当然排队的话就比较渺茫 因为他超认购很多了 是啊 就比较难一点点 然后要怎样去筛选呢 就是可能因为上市的公司 可能还蛮多的 嗯 对 怎样去做那个筛选呢 OK 首先呢 我会看的是这家公司 他的赚利跟分红 啊 我永远都是这样看 当然 啊 公司名字 我都不在旁边讲 嗯 就是说 我会看的是一些公司 他们过去 他分红多少 啊 如果分红好的 我就会开始认购他的股票 是 而且用的方式 啊 不是说一笔大大笔去投资 因为股票有上有下 那我比较建议的投资的方法 就是叫定投 嗯 定投也就是说 我每个月如果赚一万块 我我二十八千 或者是十八千去买的话 我每个月去买 无论他跌我也买 无论他涨我也买 这样平均的来 你买的价格 其实就是很便宜的价格 嗯 啊 这样子 但是你累积到十年后 哇 那就很大很大的数目了 嗯 啊 刚才老师说的那个筛选可能很多时候就是要看一些财务报告啊 可是最近你看有一个一个蛮高调的公司 就是有做那个假账的那个先银 哈哈 最近又怎么样去避免啊 哈哈 这个东西如果真的如果有心要做假 那也没办法了 嗯 嗯 因为你不是他里面的嘛 那当然他现在又 啊 复牌了啦 这个东西 啊 但是 投资 不能够all in 也就是说 你的 不能够把你的 全部鸡蛋 装在一个篮子里面 你买不同的上市公司 嗯 啊 好像我买美国的 我不是买一家吗 我是买七家八家 我认为优质的 就是一个投资组合 啊 这是我在我们的财商里面会分享到的 就是 你投资的时候 一定是投资组合的 不能够说你把你全部的钱 哇 看到这间上市公司很好 你就全部投资进去 那 那万一跌呢 还是万一 你讲的 做假账呢 嗯 这不知道了 嗯 所以他不是被包出来的 做假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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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好了 今天也时间也差不多了 非常谢谢朱老师啦 谢谢 谢谢 热热的东西 谢谢 感恩 谢谢 谢谢 热热的东西 谢谢 热热的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